昔日各種活動都能看見桃園市議員 張兆良緊跟在鄭文燦身旁 鄭文燦因為涉探案遭收押後 隔天一早據傳子定兵張兆良 還前往看守所探望 沒想到幾天後 自己也捲入關說案 手筆插插民眾見狀轉身離開 店外也貼出暫停營業的公告 張兆良關說的建物 就是這間超商 一次是違章建築 因為張兆良介入幫忙 才能順利完工啟用 我聽說是違建 就是違建嘛 只是當時沒拆 檢方調查 二零一九年 張兆良身為市府顧問 涉嫌關說龍潭區公所 不要通報一處 正在新建中的違章建築 為A類違建 就不會列入急報急拆名單中 完工後出租給超商營業 桃園地檢署十七號大規模搜索 包含張兆良服務處 龍潭區公所等實處 丙約談張兆良在內等五人 以及前龍潭區長等七名證人 進行爭訊 貪開土地使用分區 違建的超商屬於農業用地 龍潭的農業區範圍很廣 從醫院到大昌路都涵蓋在內 連知名的怪怪屋 也在其中都是都市計畫的一環 但目前尚未開發 鄭文燦爭議還沒結束 子弟兵又被爆出官說違建爭議 背後還有多少人簽設其中 只能等檢調單位一一查清楚 三天新聞張玉杰正常的許雙雲桃園 正常報導